Ella出席饮料代言 将替商品选出最佳阳光美少女 艺术厂她就以三连拍 展现她最佳阳光少女的形象 但看到每个女生都身材纤细 Ella不仅生气的说 没有啦 我只能说 因为我现在比较红 然后比较忙 没有时间去参与那个活动 这样子可以了吧 没有 谢谢 但至少我是代言人啊 碰到前同门师妹阿桑过世的消息 Ella难过的说 刚才知道说 其实她生病已经两年的时间了 然后她就是个性比较 就是不喜欢把自己的事情 让人家担心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 所以今天才会这么的 大家才会这么的震惊这样 但是会觉得很可惜 很遗憾的是 因为她今年本来想要结婚 然后听到会觉得很惋惜